有大蝸牛跟小蝸牛 大蝸牛每一小時走 1米 1米 小蝸牛每一小時只能走 0.1米 在一個鐵道上面 走 目的地是10米 走走走 大蝸牛速度比小蝸牛快10倍 對不對 但是小蝸牛體積小 牠不容易掉下去 只要滑下去 就要重新再回頭來走 請問兩隻蝸牛誰先到達終點 起那麼快 李光輝先生 因為題目提到一半 我就開始愛過了 是 所以我沒辦法參與 我是故意要強調內容 讓他們更清楚 要去邱毅師集團 一起到達 為什麼 因為小蝸牛站在大蝸牛的背上 沒有 鐵軌兩邊不一樣 兩邊 你要選擇大蝸牛還是小蝸牛 那我就選擇小蝸牛 小蝸牛 這不可能 那我選擇大蝸牛 好 這樣一定有個人對 兩位的答案 同胞 黃毅鳥 答錯 就是 因為我有火車開過去對不對 因為 如果你是蝸牛的話 就不要走 我呢 你分成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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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睡覺 等一下 憲哥 憲哥 我要考你 欸 一個鐘頭 我才走1米 10米 10個鐘頭 噗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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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掉 那我可不可以也出個題 對不對 我出個題 好 讓大家猜 哪一種人不能在加油站裡面打工 有強滑掉的人 沒有啦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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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喔 這個是早餐廳的笑話 我昨天才知道 這樣我聊了一題 來 補一題 池子裡面有五隻魚 有一個神鏢手 射飛鏢神鏢手 飛鏢射過去 有幾隻魚沒事 這一題我知道答案 兩隻 來 錯 有幾隻魚沒事喔 什麼答案 三隻 對 因為 因為某個感冒的 殺雞好痛喔 閃彪 你腰牆壁是不是 太痛了吧 OK 請問 有一隻螞蟻 是喔 它移動在沙漠上 而為什麼 因為 我的強項 我的強項 請問一下 什麼刀最長 什麼刀最長 什麼刀 什麼刀 刀最長 因為 不是在平 不是在平智商嗎 小明去超商 為什麼離開坐輪椅 離開坐輪椅 很小 你們就不能正經一點 我的靠自誰是成真的的 Tribee 沒有 問兩隻 都會暫時 這是有多大的 一些 Jack 我有 Auden 想 роз 其實是 好長